現在的選舉真的越來越難 是因為除了陸戰之外 還有空戰 包含每次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聊天室裡頭 我們都有在看 但是聊天室裡頭 你知道網路上很多真真假假 到底是否有一些人反串 來到我們的聊天室裡面 講了一些話 試圖來影響大家 讓大家覺得說 現在好像誰 某一個人呼聲比較高 好像不要投誰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在今天節目前 我跟大謙哥就在討論了 大謙哥的分析我非常喜歡 大謙哥今天不要吵架 但是大謙哥可以來幫我們分析 其實在網路上 有很多在聊天室裡頭的人 他不見得是真實人物 他可能是所謂的1450 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記得在2019年那個時候 國民黨開始全面的 來佈局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們在幫韓國瑜市長 來做參選的動作 其實那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有很多非常不理性的粉絲 在網路上留言 然後惡意的去攻擊 然後帶各式各樣的風向 但是最後等2020總統大選 選完了之後 我們經過了其他的事件 才發現說原來當時有好多 自稱是韓粉 當時發表了非常多 不理性的一些言論的人 根本就是民進黨自己的網軍 包括民進黨自己的網軍頭子 都曾經假扮韓粉 在網路上發言過 所以我要呼籲現在所有在網路上 觀看我們今天節目 或者是看留言的各位好朋友 就是有一些的留言恐怕 並不是這麼的客觀公允 不要因為今天在座的來賓發言的內容 就先幫每一個人戴個帽子 說這個人一定是豬的 這個人一定是薑的 我們四個誰都不是 我們是中國國民黨的 如果你也是中國國民黨的一份子 就不要幫別人戴帽子 因為中國國民黨 竟然是一個民主政黨 不管你支持朱 江 卓 或者是張 都是大家的權利 這四個不都是國民黨的資產嗎 那麼有很多惡意的留言 我們必須高度的警覺 這些人究竟真的是人還是狗 他是國民黨的黨員 還是對方的1450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分清楚 我們不能夠在網路上 再被民進黨的網軍牽著彼此走了 我剛才一直強調說 為什麼這四個人彼此不要攻擊 大家想一想 張亞中說朱立倫是美國的憲民 我請問一下 如果張亞中今天當選主席了 將來還要不要派朱立倫去選舉 如果今天朱立倫去選舉了 是張亞中主席你派出去的 你幫朱立倫站台的時候 你該怎麼講 是你認證他是美國的憲民 你要服選一個美國的憲民嗎 還是你當選了主席之後 你要把朱立倫給開除掉 同樣的 朱立倫說張亞中是紅統 各位想一想 如果今天朱立倫當選了主席了 那麼張亞中可能可以肩負起 國民黨訓練我們黨員思想 訓練我們黨員信念的重要的工作 張亞中是紅統 請問一下朱立倫主席 你要怎麼樣去向大家推薦 張亞中校長 然後任命他去擔任這樣的工作 然後今天大家來批評說 江啟成做得不夠好 沒有資格站在這裡 沒有辦法爭取到年輕人 我要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當選的主席的人選 不是江啟成 江啟成將來要繼續回去 台中選立委 去選台中 未來的台中市長的時候 請問一下各位黨主席 你們要怎麼幫江啟成站台 你們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是怎麼批評他 怎麼踐踏他的 你站台的時候 你要怎麼自圓其說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 黨內的選舉跟黨外的選舉 之所以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現在 黨內所有的選舉 在選後 我們還要繼續團結 我們還要手牽手走下去 我們不是從此就老死不相往來 大家就割席絕交了 不是這樣的 如果是這樣 國民黨只會越選越小 所以國民黨要團結 國民黨只有壯大 我們現在的盤都已經夠小了 我們自己再分割 那怎麼會有未來呢